盗墓贼 今代史上 真正出名的非孙殿英莫属 他以缺少君子为由 来到前隆隆 扫了一眼 觉得还不如慈禧 随后把棺材离带的墓城下来 准备看里面是否有宝贝 可不知啥时 进入墓室的门关上了 等他想要打开的时候 却怎么都打不开 虽然后来手下用炸药把门给炸开 但惊魂未定的孙决定 不在墓穴中找宝贝了 留着命比较好 话说 当时孙殿英随手扯下来的那块布 不知道被谁捡了去 后来还拍卖了 2005年 一件清末黄段子袈裟的文物 被买走 其实并不是什么仇子 而是当年那块布 开了9万 而2010年 这块布被再次拿出来 经过一系列专家鉴定 真相被揭开 最终拍出了1.3亿的价格 就一块布 究竟有什么奥妙 原来这是陀罗尼经贝 是一位佛佛送给乾隆的生日礼物 布料由藏羚羊羊绒 和张子蓉等布料混合而成 至少用到上万只藏羚羊的羊绒 而且按8小时工作之际 这块布至少要3年以上容器 又很难损坏 上百年都没问题 比任何黄金珠宝都要珍贵 如果当年孙殿英 知道这块布的秘密 无计打死它 它都不会扔 所以啊 多了解点珠宝文化知识 否则 到手的财富都是别人的 优优独播剧场——